为何名鼠们与天师们会变得势同水火 这可就说来话长喽 你要听吗 咱们名鼠们的月西楼祖师 少年时和天师们的张东霖道长结伴修仙 他二人据是天纵奇才 摸索出独特的修炼之法 待有所成后便决定建立门派 传播道统 之所以他们会在乡邻之地建立门派 目的是为了守望相助 若一方有难 另一方也可以支援 但祖师和张道长在教道弟子上起了争执 到最后甚至上升到了道法优劣之争 后来啊 祖师飞升成仙 那张道长却仍未成仙身 这当然也就证明了 玉灵术又与天师们的化灵体术 但祖师飞升还没到几年 此地便来了一只远古神兽 名唤胡煞 胡煞看洛家山一带灵气充裕 想要占山修行 我们明书们小门小户的爱不着他 不过天师们弟子多 肯定不乐意搬走 他们双方冲突愈烟愈烈 为了给天师们施压 胡煞上了山下村民来示威 这可就挑战到两位祖师爷的底线了 他二人并且前嫌一同对敌 为了克制胡煞 祖师爷还自创了一种束缚阵法 派上了大用场呢 可那毕竟是远古神兽啊 祖师和张道长虽然击败了胡煞 却也被其所伤 张道长受伤尤其严重 祖师摘寻人后 强撑着身体 救治昔日蚝油 可即便祖师耗费了大量灵力 人也没能救过来 而祖师则因为重伤厚害 强行施展治疗之术 损了根基 闭关几年后 逝世了 岳祖师重情重义 确是可敬之人 祖师重情重义 倒更显得那群黄皮子不要脸了 他们认为胡煞之战 害了张道长 是祖师对不起张道长 不然祖师怎么能活下来 张道长有个徒孙 叫张福和的 后来更是臣虎煞虚弱 将其受服 拿来镇守天师灵寝 这是多厚的脸皮 才能把两位祖师 一同收服的神兽 带去自驾门派镇墓 不过 听说后来有个小子 和虎煞命格相同 把他从天师灵寝带走了 算是出了我这口恶气 所以说呀 善恶有报 冥冥中自有天定 秀吾啊 你懂了吗 这些门派孤舅 师姐之前知道吗 知道一些 我也是听爷爷说的 所以由他来告诉你 会更详细些 自然间的 我还是听说的 所以说是